我的家乡我代言 我是于多多 我的家乡在江苏素签饲养 今天呢我们吃的是饲养的特色美食 那我们的一号特色就是我们饲养的标鸡 我跟你们说标鸡它没有任何的鸡肉咯 那为什么它要叫标鸡呢 待会儿我们边吃可以边为大家一一道来 那我们的二号就是饲养的酥鸡 苏鸡呢它其实就像一个肉饼 看圆圆的 然后呢这边就是你们都有吃过的肉丸子 肉丸子待会儿我们可以跟标鸡一起做成大杂烩 然后呢这边是我们的素签擀面皮 我现在真的有点迫不及待 要把它们拿到我的厨房去做成一桌的美味 我们先来做面皮 把它放入废水中煮三到五分钟 我备食大概一个小时左右 把这两样都做好了 但是呢这个擀面皮我还没有到料 我们先浇一些油辣子吧 其实素签也蛮能吃辣的 这个是卤水 卤水其实是要加一些两白开去把它调匀的 对了我们这边的擀面皮它是有卤水的 不是干拌的哟 这边是醋吧 这个是脆的花生米 我的天呐我在拌的时候我已经在流口水了 这个擀面皮真的一秒让我吃回了老家 热泪盈眶吃得我相当的有弹性 吃起来特别的爽口 红油辣子也很香 它不像四川这边的二斤桃小米辣那种辛辣感 它是更多的油香油香的 这一道 我是将做了一个大杂烩 看这个标基 它这边是红的大概一寸 然后这边半寸是白色的 然后其实白色下面垫底的是柏叶 然后被我煮掉了 标基它没有鸡肉 那为什么叫标基呢 因为呢它是有鸡蛋 里面还有肥猪肉 肥猪肉我们以前又把它叫肥标肉嘛 所以呢标基 它红色的部分是用瘦的猪肉糊 然后加鸡蛋黄加淀粉加葱姜 再加一些调味 白色的部分 白色的部分就是肥猪肉糊 加山药糊 加淀粉 加葱炖白 然后加一些姜呀 我觉得标基的话是 如果你们爱吃的话 会特别特别的喜欢 而我 就是身在成都这个异乡 每一次思念江苏饲养老家的时候呢 就会 在网上买一些家里的这种土特产嘛 然后回来自己做一个菜 对了 标基它本身就自带盐味哦 所以你们在做菜的时候 可以少添加一些盐 否则的话 它容易会咸 我煮的时间有点过长了 吃标基它很很饱费 所以不用吃什么主食 以前小的时候 我记得 在我七岁之前吧 那时候我跟着奶奶 每年过年的时候 我奶奶都会在家里 自己做标基 然后一般都是凌晨 好像两三点才蒸好的那种 然后明明已经睡着了的我 也会被香气给惊醒 这可能就是 吃货的潜意识 其实标记在农家的一些 就是我们那边农家的一些宴席当中呢 是作为投菜的 是时刻去检验厨师的厨艺 怎么样的一道菜 因为其实标记的制作过程还是蛮复杂的 由于里边红白部分都有添加淀粉嘛 淀粉多的标记呢 会像淀粉多的火味肠一样 很难吃很反 如果淀粉少的话呢 那标记煮出来就很容易散 因为它没有办法把肉糊固定成一个形状嘛 我敢打包票 我们这些的标记 我的铁肉里边 至少百分之九十没有吃过 话说其实我蛮想知道 就是你们的家乡有哪些就是像我的家乡标记一样 很少被外地人所熟知 并且也极少有被别人吃过只有你们吃过的一些特色美食呢 其实我们饲养好吃的还很多 不仅仅有 今天吃的不要急 还会有新年养肉 王级小花生 羊和车伦饼 春城大饼 下面我要吃擀面皮了 素签擀面皮 这一道擀面皮强烈推荐你们每个人都给我去试一下 因为现在也是夏季嘛 咱们的素签擀面皮呢 推荐你们一定要给我试 我们老家卖擀面皮的话 一碗满满丹丹的 六块钱 物价很美丽 我给你们放一首我们饲养的献歌吧 美丽的饲养 温柳河 海洋树林 风天烈烦鸟长 妈呀 我现在听真的好感动啊 不知道 就心里一种感动油然而生 就真的好感动好感动 我记得我以前听上学那会儿 就只是听没有更多的触动感 我觉得好像真的是这样 越长大越对自己的家乡格外的思念 而且并且回老家的次数也越来越少了 就像我之前看到的一个作者写的 他说 长大了呢 家乡只有冬季再无春夏秋 好像真的是这样 我是余多多 我的家乡我代言 其实呢我也是希望有更多的朋友 可以知道素天四阳的这一座小城 也欢迎你们来吃来玩 那喜欢我的话可以关注我的新浪微博余多多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大家好我是大网余多多 欢迎来到我的YouTube频道 在这里我会把对美食的喜爱和快乐 传递给大家 请大家关注我的频道 点赞您喜欢的视频 如果你们有什么想对我说的话 和想看我吃什么的话 请在留言区评论告诉我 记住关注以后千万要按亮小叮当哦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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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吗